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如果你家还没有铺子砖或者说没有装修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认真的看完 因为这是铺贴瓷砖难度最大的一个讲解 就是我们厨房烟道的一个铺贴 我先从头到尾来的讲 我们厨房烟道在铺贴之前 要对烟道做一个整体细致的检查 从底部到顶部 看它的连接是否紧密 是否有开裂 如果说有开裂 或者说有破损的话 要提前做好修复 因为我们烟道 销完砖之后 再出现这种漏气的情况下 就会很难 并且说影响我们生活也是很大的 一定要提前做一个查找 然后我们铺贴的时候 有两个方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做装修的 或者说我们铺贴瓷砖的工人都知道 烟道是最容易空的 烟道的铺贴不像我们其他的位置 其他的位置 你用水泥直接铺就可以了 但是烟道 因为这个烟道的管子 它是淤质板 它不是我们的这个砖 也不是水泥墙 它不容易吸水 并且这个淤质板 它很薄 长期走烟的话 它也容易温度高 造成我们瓷砖控股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块要求特别高的话 或者说你位置允许的一个情况下 你在烟道的外侧 重新的立砖 砌上一个墙 砌上一个烟道出来 重新用砖 砌出来 这样再贴砖的话 就基本上达到百分之百 能够不空股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如果说我们常规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贴这个烟道的砖的时候 检查完了 是吧 检查完了 然后我们用粘贴剂 这时候就不要在乎这点成本 要用粘贴剂代替水泥去铺贴 并且砖的背面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再去刷这种背胶 因为温度高的话 这背胶容易出现脱落 还有最后一个点 看在这里 镜头走到上面 这边 就是我们沿道止逆阀的位置 沿道止逆阀 一定要把这个砖 箱到顶 就是我们沿道口这块 必须让它保证是一个一块砖 因为我们后期 你沾这个沿道止逆阀的话 你直接沾这边的水泥 比如说这边的水泥 它是坑坑丸丸丸 它是欧凸不平的 它是沾不结实的 它会漏气的 但是你粘贴瓷砖 就会更容易 不容易出现漏气的风险 好了 这是整个关于厨房 烟道 从检查到施工的完整的过程 如果你不懂 把这条视频 转发给你的装置公司 或者说工长 让他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就行了 我来催 观众装修每个期间